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美国海军的医疗船 仁慈号 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医疗船 高达6万吨 里面有一千张的病床 这艘船最近才完成了整修 从船屋里拉出来 现在准备开到美国加州的圣地牙戈 协助当地政府舒缓 因为新冠疫情所造成的医疗资源不足的压力 这个图里面下面写了保护两个字 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讨论医疗船 怎么去保护美国的老百姓 而是这艘医疗船的故事背后 有一个美国行资百年的产业贸易保护政策 这个政策其实已经对美国造成了一定的这种伤害 怎么样讲呢 最近有一条新闻 就是说可能在明天或这两天 美国总统特朗普 他可能就要跟美国的这些石油大亨会面 谈什么呢 谈最近国际油价重挫 已经重重地打击了美国的能源业 就是这些石油商 在会面之前 这些石油商放话 要废除一个法令 怎么讲呢 我们看这张图 这张图呢 这是美国这几年 蓬勃发展的页岩油 他们向银行贷款的规模 高达2700亿美元 而且这个从2015年 一路下来 几乎都没有再还 这个美国的页岩油 基本上开采成本比较高 比较高 一般来讲说 每一桶的开采成本 大概是29块美元 那像俄罗斯 像沙特 这些世界上主要的产油国 他们的石油生产成本 可能都只有个位数 这个对美国的页岩油商 要开拓国际市场 造成极大的竞争压力 那怎么办呢 过去美国一直很习惯 就是透过金融体系 提供这些页岩油商 最低廉的资金放贷成本 来降低他们的营运成本 但是这一次 这个油价重挫 深深打击太重了 据说现在 美国多数的页岩油器 自己业者都已经关门了 那关门怎么办 借了2700亿美元 谁来还 谁来还 所以特朗普跟这些石油大亨们 要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石油大亨要接会 特朗普之前也谎话 准备要求特朗普 废除一个法令 叫什么法令呢 穷斯法案 穷斯法案 这个穷斯法案是什么法案呢 可能有些读者 有看到这条新闻 但是不太了解 这个法案的内容 这个穷斯法案是在1920年 刚好是100年前 所制定的 这个法案规定什么呢 规定美国国内的物资运送 如果你要走海运的话 必须用美国的船只 而且这个船只必须是在美国制造 上面的船员 比75%以上必须是美国人 股东75%以上 也必须是美国人 这是1920年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 美国的政府 为了保护他本国的造船业跟航运业 大家都知道 那个时候第一次大战结束 像英国这些老白的造船 这种大国 都准备摩拳擦掌 重新返回国际海运市场 美国就想到 我本身国内的运输量就很大 用自己国内的市场 来保护自己的产业 免于受到外部的这种竞争压力 这个法案出奇的时候 的确获得很大的成功 也一度维持了美国造船业的发展 但是这几年下来 美国的航运业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要谈这个事情 看这张图 这张图是石油商们所做的统计 美国的石油商如果在墨西哥湾开采出来由运到纽约的话 平均每一桶的成本是五块到六块美元 这一段距离也不过就是一千多公里 不到两千公里 但是你从西非运到纽约的话 每一桶不过就是1.4到1.7块美元 如果从中东运到纽约的话 也不过就是1.8块美元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美国国内的石油运输 它用的是美国的船 美国的船 因为美国造成工业的这种衰退 所以它的成本相对比较高 都造成了这些石油商 他们在运输国内成本的时候 造成很大的压力 所以有人会很奇怪 就是很多人如果到美国会注意一件事情 美国经常用油 运输都是用火车 卡车 这个在一般的国家里头 比较难见到这种情形 当然美国的公路系统比较发达 他们觉得用卡车 对不对 然后相对效率比较高 弹性比较大 但是成本上来讲的话 就比较没有竞争力了 所以这一次石油商准备 借跟特朗普借面的这次机会 反映他们长期脸的心中的一个痛 石油商普遍认为 对不对 美国的石油商 美国的消费者 不应该为了美国疲弱不堪的这种造船工业 对不对 然后继续负担那个不必要的成本 这个成本影响到美国石油商的国际竞争力 国际竞争力 而且也造成了国内油价的价格 有一些去除不掉的成本 这就是产业保护政策 它的弊病跟争议的地方 想到这个事情 外民哥想到 中国也曾经有一段时间 为了保护航运业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大家都知道 一个产业一旦 透过特定的法令去保护的话 就会形成扭曲 资源配置的错误 甚至于会藏污纳扣 出现贪腐裂 我们看这张图 这张图是外民哥去年 到江苏怀音的时候 玩的时候 朋友们带我去的 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呢 叫做总督朝运布院 总督朝运布院 这个是明清时代 朝运总督的办公处所 现在经过整修以后 对外开放 但是它主要的建筑体 都已经残破不堪了 主要是在上个世纪 40年代 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 期间受到严重的破坏 所以基本上都是新修的 但是大概都是按照旧事 去新修的 这个朝运总督 还有总督朝运布院 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 有一个伟大的公共建设 就是大运河 大运河从2500多年前 东汉时代就开始 陆陆陆续续的建 到了元代的时候 就形成了今天这个规模 总长 包括它的支流加起来的话 高达2700公里 主干道大概也有1000公里 这个形成了中国古代 南北运输的这个主要动脉 特别是 特别是 元代明代 这个中国开始把首都 到清代把首都放在北京以后 大家就知道北京 北方的粮食生产不如江南地区 中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地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特别是从唐宋以后 主要都是在江南地区 北方的京城 要吃东西 吃粮食怎么办呢 就是透过大运河向北运送 这条路线叫做朝运 那么管理朝运的主管机构 叫做朝运总督 这种机构最早 外民哥稍微查了一下 从南宋时代就开始建立了 刚开始它不叫做朝运总督 它叫布院衙门 这个名词听起来的话 不是那么样具有针对性 但是经过元代的扩中 到了明代以后 明城主建立了一个单位 叫做朝运总兵 派了大量的部队 驻守在淮英这个地方 刚好是南北大运河 还有中国南北自然分界 淮河的交汇地 所以这个地方 号称南传北马 就北边靠马运输 靠路路运输 到了这个地方 都要换成船 但是不管怎么样讲 每一年 估计长期以来 都要维持四百万顿以上的粮食 从江南地区送到北京 以满足京城所需要的军需粮享 所以历朝历代 都非常重视这个单位 后来到了明代中 景泰年间 1541年的时候 正式成立了朝运总督 因为过去朝运总兵是五官 改成朝运总督以后就变成文官 后来总兵去掉 到明万利年间去掉以后 所有涉及朝运的军事 还有沿线的周线的治理 全部都归朝运总督来中理 来管理 所以权力非常非常大 长期以来这个单位的主管 基本上都是政二品官员 如果兼个兵部上书 或者兼个大学士的话 就可能一品大员了 也算是封疆大力 在明清时代 特别进入清代以后 他对中国的政治影响力 是非常非常大的 很简单 因为这条朝运 不但迁徙了帝国的生命线 而且很多人要靠朝运吃饭 据说鼎盛时期 朝运总督底下的人员 就高达十二万人 何况还包括许多运粮的 提供粮食的这些商人 加起来的话 他的利益是不可小细的 我们看下一张图 这张图可以看得出来 短短的一千多公里 在整个广袤的中国土地上 不起眼 但是因为他在中国政治经济 最中心最重要的部分 长期扮演了 甚至于几千年来 上千年来 扮演了交通大动脉的这种角色 所以不要看看小小的这条线 迁徙了整个帝国的这种生命 我们再看一下一张图 这个图可以 右边这个是清代的 大运河的地图 外面一个画两个点 上面那个点是北京 中间那个点就是怀音 这个图里面是18世纪末 英国使团 北京觐见乾隆皇帝的时候 经过怀音时候所画的印象图 当时大运河里的运输船 基本上平均大概就是一两百顿 所以运输的效率相对比较低 乾隆时代 有一个朝运总督叫做阮元 在这边当过一段时间的总督 管理全国的朝运 他曾经写过一首诗 利米四百万 转运达帝都 南朝五千船 船与念夫巨 这个念是代表二十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负责运输的南方船只 大概有五千艘 每一艘船上面要有二十人 你光看这样子就是一万人 欠夫十万倍 岁岁相晚输 如果大家了解这个古代运河的这种运输 除了乘风以外 乘着南风到北边去以外 多数的时间都是要靠岸边的欠夫 拉着船走的 有的时候当然会有驴 有螺 有马 来做辅助 但主要都是靠这些欠夫 所以这些欠夫非常非常的辛苦 非常非常辛苦 但是它形成所以为的利益链 产业链又非常的庞大 但是久了久了以后 它的弊病也多了 为什么呢 第一个 这个是个肥缺 据说明清两代 全国最肥的缺 除了北京的内务府以外 何生曾经当过内务府的主管以外 就是朝运总督 为什么 每天四百万弹的粮食要送到北方去 牵涉到的人力物力粮食供应 这中间各种的工程的发包 这个原物料的采购 船的修造 都要钱 只要有新人的话 上下其手的话 对不对 这就变成 这个南北的运输生命线 就变成一条南北的贪腐链 贪腐链 那也对蜻蜓造成极大的这种压力 这个特别进入清朝中叶以后 随着航运技术的这种提升 有人就觉得 我为什么要透过这个大运河的朝运 来把粮食运到北方呢 我们为什么不走海运呢 古时候海运技术比较差 那没办法 船比较小 那只有走运河 那现在船 有人坐比较大的船以后 我是不是可以走海运呢 所以这个问题 从乾隆末期就开始争执不下 但是都没办法做决定 因为总有人反对 就像是美国的石油商提出 反对穷斯法案的时候 有人反对一样 就是什么人反对 既得利益阶级 既得利益阶级 穷斯法案可以在美国搞了一百年 争执不下 同样的当时大运河的朝运 要不要维持 要不要维系下去 从乾隆末期 大概就是十八世纪末 就开始争执不休 一直到1824年 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黄河决堤 这个淮英的清江浦被洪水给冲毁了 造成南北运河运输的这种阻断 怎么办呢 当时的方法就是到了淮英这个地方 把粮食卸下来 透过人力 透过马罗 运什么 走一段陆路 过到淮英以北的时候 再换船送到北京去 所以你看看这个成本多高 而且据说当时清廷派人来巡视的时候 看到这些挑呼 挑的粮食 背的粮食 苦不堪言 民怨沸腾 所以有人就觉得 这不能这样子搞下去了 再搞下去的话 会造成民变 所以1826年 经过两年的讨论 道光皇帝终于下子 我们来试试看海运 怎么个运法 结果海运实施以后 十天就运了八十万弹 就是把一年五分之一的粮食 就运到北京去了 而且成本省了非常多 所以这个事情过了以后 主张用海运替代运河潮运的人 声音变大了 但是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虽然后来经过太平天国之外 又经过好几次的黄河决堤 等等的天灾人祸 但是这个事情 这个制度就完全没有改 一直到1872年 李鸿章成立轮船招商局以后 买了这个汽轮 向国外买了汽轮以后 才试着开始一部分往北 透过汽轮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轮船 向北运输 我们看下面这两张照片 这是万明哥去年 到淮英清江浦观光的时候 看的 这是人家留下来的 就是当时船要进入清江浦 因为运河有高低的水位落差 所以那个闸门都是要靠人力 在那边拉在那边转的 所以说非常非常累 我们再看一下一张图 这是乾隆皇帝所提的 清江浦的这种玉笔写下来的 就靠这三个字 压在那个地方 就影响了这个朝运的这种改革 这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到八国联军签订跟此赔款以后 清廷的财政运输 实在是不堪负荷了 终于在1904年的时候 也就是群光绪三十年的时候 废除了朝运 全面改用这个海运 据说一年就省了一千万两白银 你想想看 为了这些南北运河的贪污链 还有记得意义阶级 清朝这么多年下来 每一年要多花一千万两白银 把四百万弹的粮食送到北京去 所以任何事情要做改革的时候 怎么样突破既得利益阶级的垄断 阻碍 这个是一件很大很大的问题 不但大清皇朝碰过这种事情 连美国都难逃这样的牵绊 我们看这张图 这张图就是讨论 这个穷斯法案 这个美国表面上是保护美国造船业 美国航运业的一条法令 造成的影响有多大 这色蓝色的线是从1950年 到2018年之间 美国国内的邮轮的运输量 从将近300万艘 到现在不到200艘 不到200艘 大概就是100出头 运量由80年代最高的 大概300多万吨一路下滑 一路下滑 到现在也不到100万吨 所以对美国来讲 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影响 为什么呢 这些石油商就觉得 我花那么多的钱 投资国内的航运运输的话 其实是死本的 而且也造成了 不但造石油商造成的影响 对美国整个航运消费者的影响都非常大 打个比方说 如果美国的百货公司 或者大卖厂量饭店 从中国进了电视机 一万台电视机 其中有2000台要先送到夏威夷 另外的8000台要送到美国西岸 如果你的船在夏威夷靠了以后 再跑到洛杉矶的话 从夏威夷到洛杉矶这一段 就属于美国国内的航线了 所以中国的业者必须包两条船 一条跑到夏威夷卸货 另外一条跑到西岸 洛杉矶 圣地牙哥卸货 它不能够用一条船一路送过去 要不然就是送一条船 送到美国西岸 再换一个小船送到夏威夷 所以对美国整个航运业的效率 造成极大极大的这种影响 也影响到美国整体产业的这种竞争力 美国的业者做过一个统计 这张图看起来更有意思 他举的两个意思 第一个大拖车 卡车 没有政府保护之下 每一年出口而高达41亿美元 船航运业 造船业 在穷斯法案的保护之下 每一年出口只有1亿美元 而且都是一些小船 什么游艇 或者一些特殊的这种船 或者说是小货轮 真正大船没有 所以你不要看 美国有大的航空母舰 最新式的这种战舰 你以为它的造船工业很强 事实上其实是须有其妙 有人统计过 美国的造船业 75%是用来造军舰 也就是说在商用市场 在民用市场 美国的造船业 是完全没有竞争力 所以现在全世界 如果去讨论世界 航运或者造船业的时候 美国的地位几乎看不到 我们看下面这张图 这张图是主要造船大国 他们在全球造船业的份额 当然最大的是 咱们中国大概占了 35%到33% 长期还很稳定 接下来是韩国 接下来是日本 连印尼这几年 在全球造船业的份额 都占了大概2%到3% 美国连2% 印尼这种国家 都比不上 就美国人来讲 他强调的是海洋立国 理论上来讲 他同时环抱着太平洋 大西洋两边 具有得天独厚的这种优势 应该很有利于 美国造船业的这种发展 或者航运业的发展 但是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些能源商在美国 加勒比海或者墨西哥湾 开采原油的时候 他所用的船 他所用的 这些设备 都是进口的 而且是穷斯法案 特殊排除挑管之下 才允许进口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造成一个现象 就是美国墨西跟湾 石油的开采 主要都交给外国人 因为这些外国的石油商 他们才有这些所谓 透过国际采购 取得的比较低廉的 这些摊看设备 比如说 它的海上转油油紧 它可以向中国买 因为中国现在也是全世界 海上转油平台中 最大的生产国 技术也是数一数二 美国的石油商 反而只能跑到海外去 从事国际海上的探勘 因为它到了 比如说它到中东 或者阿拉伯湾这一带 或者说非洲西亚岸 做海上石油看探的时候 它不必被要求用美国货 所以它在这边有竞争力 它在其他地方 它完全用美国的产品 是没有竞争力的 这个也造成了美国海上设备 或者说造成越 技术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 所以大家不要看 美国即使有这么好的航空母舰 驱逐舰 潜水艇 但是一旦需要把军事技术转到民用市场的时候 它是完全没有竞争力的 所以我们看这张漫画就非常有意思 这个美国人问什么叫做穷斯法案 那相关的人就有人认为穷斯法案 就像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库斯拉 这个库斯拉怎么样呢 专门针对美国的航运业 美国的造成业进行攻击 造成美国这个相关行业的发展 停滞不前 这就是问题 这个不当的产业保护政策 保护了特定没有竞争力的行业或者群体 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竞争力 回来看看穷斯法案 是不是跟这个大清帝国 这个朝运的这个发展 有很大的相似性 朝运的腐败 事实上某种程度来讲 也是造成清朝父王的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 形成了改革也不是 不改革也不是 因为你改革的话 朝廷可以省下来一千块两百亿 但是在从事朝运的这么多 这些所谓朝邦来讲的话 就会影响到他们的生计 所以大家如果对于辛亥革命 有兴趣的话 大家会发觉 辛亥革命的发动 其实很大的一部分 主要的就是朝邦 衍生出来的地下邦会 大量的支持革命党 大量支持革命党 也就是说改革这个问题 必须发现问题以后 马上去做 如果你发现问题以后 不去做的话 它成科会越来越重 成科会越来越重 那看到美国的历史 再想到中国过去的历史 的确在人类的这个历史 发展的长河中 不管在什么地方 都有很高的这种相似性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